在我们去做这个玩具品类的时候呢 我们有不同的朋友跟我们提了个情绪说 你去做这个玩具品类的信息 你的目标是干嘛 你是希望这些工厂 他们进来去做跨境经商卖家吗 还是希望更多的卖家去直接跟他们采购呢 我说应该是两个都有 他们就都问我 你看我们过去多么多时间 无论是B2C的平台也好 B2B的平台也好 国内电商也好 微商也好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去跟这些玩具的朋友或厂家 去做过科普 去做过科教 去做过很多的这种介绍说明 包括不论是平台也好 政府也好 卖家也好 服务商也好 在整一个的我们刚刚讲的广东 江苏 浙江 对吧 这些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去做过了 那为什么 没有看到一些大的变化呢 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沉默了一会儿 沉默一会儿呢 我用我今天早上发朋友圈那句话 跟他说的 我说对啊 以前是不是啊 这个玩具公司也好 玩具工厂也好 或者说玩具品牌商也好 对他来说国内市场线下渠道 这种一层一层分销下来的 是他们固有的渠道 他们根本不用去考虑太多的这些所谓的 跨境出口啊 或怎么样的 无论是玩具也好 家具也好 家具也好 家房也好 甚至说原来的一些 员林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国内市场 他们或者说代工市场 他们是占了很大病啊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你的客户要挂掉了 或者你的客户要挂半年了 你还在等他吗 你的工人要要养 你要么是裁员 你又不敢轻易裁员 因为这些工人 要么就是因为你培养了很久 要么就是因为也有感情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这种责任心 那你怎么办 你现在面临的不是一个说 我要不要做 而是你不做你就死 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学习的东西 你要去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零售这个企业 对吧 我们现在看到了 协程的老板去做直播了 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CEO在做直播了 我们看到广东的伊麦老方 也在做直播了 也在做带货了 楼永浩都开始做直播带货了 为什么你们不去做 难道就真的是要保暴体一起死吗 但是同时 抱怨是一回事 批评是一回事 我们叫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同时我们也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方法论的这个分析跟引导 无论是这个服装的行业也好 玩具行业也好 家具也好 家具也好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很着重这种体验 对吧 很多时候着重的体验 但是事实上现在整个场景也变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经常讲了几个词吗 场景变的时候 用户的需求 我们要在新的渠道 用新的内容 要用怎么样的流量成本 去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消费者 并且把货送到给消费者 然后将他们再买我们东西 而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想去跟大家去分析的 这关于玩具这个事情 花15分钟去做了这个行业的背景分析 我们讲点正面的东西好不好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玩具品类在最近这一年 增长非常非常恐怖 你就打一问号了 玩具不是每年都会增长吗 对 玩具每一年到了旺季的时候都会大卖 而且尤其这两年去做玩具品的人都卖疯掉了 卖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线下的死掉 他们就说了 阿米你这个不太对吧 为什么说传统线下死掉了 这个线上就爆了 为什么这么想呢 你这个观点有点阴暗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呢 每一代新的消费者出来 他们的获取信息流量内容 购物的方式方式变化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有老一批的这些 不符合他们购物习惯或生活方式的 就会被淘汰掉 那在中国我们已经淘汰了百货大楼了 现在百货大楼都变成一个生态中心了 像广州镇佳 镇佳一个这么一个商场 它居然是个5A级的旅游景点 在五年前你可以想象到 一个商场它会是一个5A级的旅游景点吗 在里面你可以吃喝玩乐行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百货大楼呢 百货大楼早就拜拜了 全死光光了 只剩下一些枸杞参存了 已经或者是一销售在人的眼线里面的 比如说像这个直播 八心八剑的时候 可能这个词对很多人很陌生 这个八心八剑就是 我当时还很懵懂的时候 在电视里面就电视直播购物的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电视购物台 在很多那个卫视台里面 还会有这样东西 但是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80后90后 就不会再从电视上去购物了 他们会有直播通过看KOL 去看更多的这种像小红书 通过内容营销 他们会去看B站 去看UP主 去看阿婆主 去分享的内容 他们会去看YouTube 去看这种死和的东西 他们会在Facebook 他们会在Twitter 他们会在Instagram 甚至在YouTube上面 一个最成功的卖玩具人是谁 是一个六岁的小孩 他从三岁开始卖玩具 他就自己玩玩具 玩了玩了 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我说的美金 我说的不是人民币 那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了 而这些话呢 其实是讲给谁听的 讲给一些 可能比我还在年长一点的这些前辈 或者说正在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机器人 他们认为 你们认为这个玩具 是主要是通过线下的 那现在线上不行的话 线上不行 那我们先等一等 守一守吧 先熬一熬过去 才说可能熬一点就好了 而不愿意去做更多产品 或者说之前我去做过了 去开个网店去淘宝开个网店 或者说再拉个微信群 对吧 拉个小程序 就是这个单点突破 其实到最后好像没什么成果 搞了半天 然后还给我搞了一堆库存 是吧 那不搞了不搞了 搞半天的话 我还不如在家休息好了 这样心态的人 如果你不被社会淘汰 谁会淘汰你呢 连西大大都出来去做 这农产品的直播代言了 今天今天的新闻 对吧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 这个跨境出口点上这个事情 那讲会正面的东西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啊 今年的玩具 尤其是自己动手的工具跟玩具 同比增长百分之两百 然后 最有趣的东西来了 还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变形金刚的这个 这个这个 数据显示消费者 对他们的这个游戏 地产大亨 operation 跟橡皮 他们的拼图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百 一个数据吧 这个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有点陌生 我们讲个数据 在19年时候 他们可能 他们一分钟是卖 七套拼图 现在他们是一分钟卖二十套 所以大家看到 我如果有看我朋友圈 就知道 我今天在看那颗拼图 因为我也看得挺好看的 就是那个月球 因为这个人类登陆一球 五十年纪念的这个拼图 它是最高清的这个月球表面的图 它做成了一千块的图 而且不贵 二十多美金 二十多美金的话 接近人民币就是一百五十块钱 对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拼 一千块 而且拼图非常非常好看 就像个艺术品那样子 就应该接近是四十成六十 六十成六十一个比例 然后他们还会什么 他们还会有那个月球 就是明天 四月二十二号 他们就会推出这东西 像这个东西 他们过去一年 可能就卖个一分钟 就卖个五六套七八套这样 现在他们一分钟卖二十套 为什么 为什么 原因其实也 大家也可以想到了 拼图 像小孩 真的不要吵 不要闹 对吧 小朋友 这个这个这个 吞金兽了 中国的吞金兽是会上学了 但是这个 别人还没上学 对吧 然后 我们再看那个数据 就是 芝末类的增长了百分七十六 手工工艺的增长了百分七十 户外玩具的增长百分之二十 而且最关键是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是小朋友一般玩很长时间 就不会的答案 然后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啊 这个我这个还有很有趣的一个数据 嗯 日本 像毛用玩具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人像现在的九零后九五后 可能都不太喜欢玩那种毛用玩具 把那种大的巨型的那种娃娃什么的 都会嫌烦啊 没地方放啊 干嘛的 但事实上 在日本市场的过去五年 日本的静态毛用玩具 同比增长的 是 接近百分四十 2015年的时候 日本的这个毛用玩具市场是接近大概 12亿的人民币 到了近18年 已经超过17亿了 而且持续的增长 我们就好奇了就是 为什么像这种那么老旧的玩具 它还会增长呢 因为理论上说 年轻人好像这个像九零后的 这些小哥哥小姐姐妹 或者零零后 其实已经开始有iPad了 有各种各样的玩具 有Switch了 有Swift了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还有王者荣耀等等的手游了 我们可能不会太去玩这种所谓的毛用玩具吧 但事实上它还是增长 而且增长得更快 所以整一个市场 其实 还是有新的东西出来 像我这样的人 我从来不玩玩具 我玩玩具 玩玩玩具比较贵 就周老师说 明老师你的玩具都挺贵的 像无人机 运动相机 摄像机 单反 还有很多东西 我都玩具挺 还好了 像别人家玩那种 玩什么汽车 玩烧单反镜头 那种还好了 我这是娱乐级的 但像我这样的 我都会去 我看到那个月球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有趣 我就会去买 所以应该说是整个市场 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没有挖去 因为最重要是传统线下市场的 这个我们就萎缩了 讲了这个背景 讲了这个负面的信息 讲了新的东西 那我们讲点正面的东西 也讲讲一些 一些策略 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第一个建议 可能很多人都在做了 转型做医疗产品 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最有趣的消息是 大家是那个高达吗 干达 对 这个班呆 班呆也开始去生产 这个是防护了 像防护面罩 他们4月份开始做了 然后还有那个 生产巴比的那家公司 生产巴比那家公司 他们也在开始 把他们原材料开始去生产口罩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然后有两个 有两个呢 我觉得是这个 无论是你直接去做玩具出口的 还是采购的 还是说你本身是做B2B分销的朋友 是非常值得去借鉴的 有两个方式 大家一定可以尝试的 一个是线上直播 有人是说了 我们是做玩具 我们是供应商对供应商B2B的 或者是说 我是针对原来的采购商的 我是做什么直播 其实跨景 其实B2B里面也是有直播的 其实说你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奥飞 奥飞的喜羊羊 灰大狼 凯加勇士 巴拉巴拉小摸心 他们现在通过什么抖音 做直播 他们的号 现在看到是已经有500多万粉丝了 然后淘宝 快手 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看到的像一些玩具 户外的玩具 他们也就是做B2B的直播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个直播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线上的广交会 它所带来的一个挑战 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你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个是这个人员 一个设备的东西 还是那时候 那个根本不是痛点 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 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方法 可以去做到的 在这个点上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直播 因为你不仅仅是可以用过抖音 坏手 这个叫其他的这种微信直播 在出口这身上 你可以用Facebook的直播 你还有YouTube直播 还有很多其他的地上方的直播 那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是两个问题 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事情上 第一个是一个身份认证 那首先你一定会有一个 一对多的这种广播 对吧 广播还有互动的广播 那广播之后 你再引导到单对单的 就我们叫Qualify User 就是你这个验证过的这个企业用户 在进行单对单的 这种小房间里面的这种 我们叫印证 然后在整个交易的事情上 其实现在有一些第三方的平台 第三方的平台 已经可以做到 我们看到一些第三方的平台 也可以做到 可以无缝的进行交易 就是你可以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去 无论是阿里巴巴的国际站也好 还是亚马逊的这个B2B2C的也好 还是东方网也好 还是其他也好 都可以做这样的交易 那实在不行了 你还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建站 通过你的独立站 去进行交易 而且现在整一个的 无论是从建站 广告投放 结算 都已经完成解决了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货 你的现货 很准现货的问题 就是你的货 到底是什么样的货 是个标品 还是在另外用传统的方式 做欧元的方式 这个反而是你们去考虑的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是第二点 就是线上展厅 大家注意听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 一个是直播跟展厅 这两个应该是相配合的 就是你有些朋友说 我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直播 我去做一个直播就好了 做完就算了 那你这个流量怎么沉淀下来 从一个公开的流量池里边 你花钱买也好 或者送过什么样的方式 把流量撸进来以后 你怎么样去申评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说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 叫identity 就是用户的一个认证 这个一定是分离出来 第二个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话 你怎么去进行一个展 去做一个单对单的 还有 你还有更多产品 去展示的时候 你一定得有一个载体 而这个载体就是 你自己公司的线上的展厅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 其实会有一点点的 混杂了B2B跟B2C的东西 因为对于B2C的卖家来说 玩具这个东西好卖 那必然就要去找 相应的这个供应商 而玩具的线上 尤其是海外的畅销 那也促使了我们这些工厂 去进入更多的这种新的尝试 无论是直播也好 线上展厅也好 对吧 然后呢 最重要一块 这是今天我们花 我们会花最多时间 去分享的一个 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全都是短期的策略 我们更加希望 去跟大家讲讲 一个长期 长期策略的话 我们一共列了九个点 九个点 那这个九个点呢 我们会在直播 回放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文字里面 去讲出去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拥抱变化 拥抱变化 其实在整一个的内容里面 我们在今天的直播 包括之前的 之前的这个回访里面 包括之前的可能更多内容 我们不断的去强调了这个事情 就是拥抱变化 无论是2C的卖家 还是2B的供应商 还是2B的出口贸易商 还是平台 我们都要拥抱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其实 尤其是像2B2C的 这些内容营销 尤其是2B的这种内容营销 其实在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尤其它本身是没有这种 自己持续创造内容能力的人说 你可以找第三方 你可以找专业第三方去帮你做 这里面的成本 自然而然就要你去考虑了 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上周呢 跟一个做国内做传统 家居 家庄 展销的这么一个朋友 在聊天 我们探讨了一个 关于跨境出口店商的合作形式 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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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